用美国球迷提出的阴谋论,在推特等社交媒体登上热榜,射击火箭的安东尼和保罗。 根据Redator的说法,安东尼似乎一直计划着去休斯顿,回想起来,安东尼选择不跳出与俄克拉河马,雷霆最后一年价值2790万美元的合同,就该零球迷惩,尽管知道雷霆最终会放弃他,安东尼还是选择来留在合同中,这使得他可以拿到最后一年2900万这笔钱,比新千月火箭带仍然过着舒适的生活。 并获得了赢的冠军的合法机会,安东尼故意降低他的交易价值是因为他可以在休赛期与火箭迁运,因为他知道雷霆会放弃他,为了给火箭减薪,他还是要有到底的钱,因此,他放弃了他的不交易条款,为他的余生提供担保。 现在,火箭将在他的全盛时期有所加强,CP-3接近他的全盛时期,而奥林匹克梅洛将在休斯队茁壮成长,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,安东尼完美的策划了这些事件。 但这仍然是一个有趣的命题,安东尼是否会与詹姆斯哈登和保罗一起,甚至在迈克德安东尼的体系中茁壮成长? 这仍然是一个问题,他会从板凳上下来吗?他会在进攻中发挥积极作用吗?这仍然是一个等待和观察的问题。 DM也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